近日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 京阳区分局破壞及涉卡犯罪案件 涉案金额近100万元 今年1月初 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 京阳区分局反诈中心 接到了公安部断卡线索推送 辖区内吕某的银行卡 转账资金一场 可能存在非法洗钱行为 随即民警将吕某 传唤着了公安机关悬问情况 吕某交代 他将卡借给朋友使用 并得到了几百元的好处费 正当调查进一步展开时 德阳市公安局 京阳区分局反诈中心 再次接到了公安部断卡 线索推送得知 德阳辖区内冯某 高某等与吕某 存在相似的资金转账异常情况 我们马上就成立了 这个侦查小组 对这些提供银行卡的卡组 进行了这个摸牌和这个询问 然后我们就发现了 提供卡组的这些人 都将自己的银行卡 提供了一名叫熊某的拦子 通过大量走访调查 民警发现 吕某 冯某 高某等多人 多次同时出现在 市区某些地点活动 而熊某则为上家 提供了转账银行卡 干着非法洗钱的勾当 通过技术部门的证查 发现了高某跟他冯某 有发现高某跟他冯某 经常驾驶一辆穿一拍照的汽车 在第一样市区内活动 至此整个案件基本清晰 民警决定收网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些人突然消失了 当时到了这个春节期间 我们就发现这一伙人 在德洋市区没有了 这个活动的轨迹 然后我们就发现 有可能是我们的侦察行为 让他们发生了一些警觉 他们就没有这个 作案的这个轨迹了 虽然这些人不见了踪影 但办案民警依然没有丝毫放松 继续进行大量走访调查 直到今年2月份的一个晚上 犯罪嫌疑人再次出现在 警方的视线中 我们发现他们 又在德洋一家插楼活动 我们就马上阻止了抓捕人员 对其进行的抓捕 在线上抓获了 随后德洋警方在市区抓获了 另外一名嫌疑人 目前冯某和高某 已被采取了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其余5人被采取了 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再次提醒广大朋友 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 出租出解给任何人 不要贪图引头销里 以免掉进电信杂片的圈套里